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外点的实验室 现在你们看到的这个指甲大小的玻璃片价值2000块钱 可别不信哦 它是我刚刚把一块CPU加热到600摄氏度得到的 是电脑CPU的核心部分,晶片 电脑的计算就是靠这么一块小小的玻璃片完成的 太神奇了,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我加热CPU的全过程吧 这是一块电脑CPU 是我上学时期的第一台电脑上拆下来的 当年售价超过2000块钱 真他妈贵 可以看到,上面写着奔腾4 2.8GHz单核 接下来我要把它放到电感加热器上 加热到600摄氏度 看看会发生什么好玩的事情 好点 ficou人数不需要的 没什么好玩的 嘞 现在嘞 放在红柿里面 也可以放在红柿里面 放在箱里面 怎么才128度不给力啊 可能CPU的顶盖是纯筒的原因 电感加热器只能加热铁质的或者是有磁性的东西 所以底下电伤这个就OK了 看下面已经发红了 木板都已经快点燃了 温度应该差不多了 赶快关掉赶快关掉 608度 刚刚好 这个就是CPU的顶盖还挺有分量的 全是针角 电容看上去也全部烧毁了 哎呦 CPU晶片也掉了 等一下我们单独看它 这块CPU电路板已经烧得烂掉了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块CPU的核心 晶片 说实话 我真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 看上去跟一块普通的玻璃并没有什么区别 但就是这么一块小东西 却是这么硕大一台电脑中的核心中的核心 让我不得不再一次感叹 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个关注 点赞 分享 投币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